没几年啊 那我深刻体会到 在做手机评测的时候 那么往往各个品牌 都会有一个关键词 是必须要说的 比如华为的芯片 苹果的系统 小米的性价比 锤子的理解外岁 那魅族的关键词 大家又觉得是什么呢 所以啊 我们今天要聊的 那就是今年的魅族旗舰 18和18pro 不得不说 魅族的包装都很有新意 这次的魅族18pro 用了爷亲回的 翻页读书的设计 而魅族18 我原来以为是 7pro那样的抽拉式包装 打开之后啊 才发现是竖叉的设计 有点像现在 NV和AMD公版的包装设计 而18的包装里啊 除了没有充电器 那么壳和膜居然都省了 致敬苹果的灵魂 而当我拿起魅族18的时候 那么突然有点恍惚 甚至一度感觉 自己是不是回到了2020年 那一年的三月 有一部手机 它用上了6.2寸的窄边框 微曲面的OMOLED屏幕 它的前置挖孔在正中 它用了2K分辨率 和120Hz的刷新率 却不能同时开启 它就是那年 公认手感最舒适的小屏旗舰 而它的名字里 有一个20 哎不对 这不是我的包装上印的是18吧 而18pro呢 则拥有6.7英寸的屏幕 同样的屏幕素质 这次还支持了 最新的超声波指纹2.0 而这两款手机的后盖啊 长这样 普世大众不能说不好看吧 但是看过了痔疮跟防暴盾之后 不能在人情之中一眼看出来 那么让我等的魅友 怎么认清呢 哎18 魅友 我用魅族17啊 来来来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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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OFREDON5 虽然外观啊 被进一步主流童话 但魅族确实也做了 去年魅族17系列没完成的事情 比如魅族18的整体重量是196克 不是说之前没有手机能做到这个重量 但它可是旗舰级的硬件配置加ag磨砂还有铝合金的边框 而圆润的底面边角和背部的弧面弧度啊 真的是让我太喜欢宝玩了 欲罢不能 18pro呢 也再次实现了黄老板说过的 手机宽度不能超过73毫米的概念 AG玻璃的质感和触感虽然比不了陶瓷 但考虑到18pro塞进了那么多重磅的硬件 才不到200克 我感觉这个取手还是慢划算的 既然是旗舰 那么骁龙888毫无疑问 加上LPDDR5和UiFi 3.1 而18呢 也是12加256的顶级配置 那么比起另一台主打小屏旗舰的单卡4GB 那可良心多了 游戏这里呢 我们主要选择了原神 毕竟其他游戏对888也很难有什么压力了 那么全极致60帧画质下 整体画面的波动居然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发热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手机顶部的边框感知明显 而小屏旗舰最难做的应该就是续航了 每桌18的4000毫安时电池 三小时续航测试试成绩如下 尺寸更大的18pro呢 电池容量4500毫安时 稍微强一些 虽然没有标配充电器 但是都支持QC和PD的快充协议 那么18的最高功率是36瓦 而18pro呢 有线无线都是40瓦 用以二换一的原厂40瓦充电器实测如下 而因为是主流的协议 所以市面上这些不错的第三方充电器 都可以自行选择 影像系统方面 两款手机的参数就直接看画面了 那么上代没有的OS光学防抖也加上了 实际的样征之中 18pro的暗部阴影也要更准确一些 超光脚下的18pro的视角也明显大于18 预警模式之下 那么18pro的高光细节更加丰富 准确度和18倒是差不多 加上ota的传统未来还是可期的 而pro的相机之中还有一颗外观就很不一样的镜头 那么在相机应用之中选择夜视仪模式即可激活 和影视剧里头看到的那种绿色夜视仪不太一样 那么18pro的夜视仪模式可以通过颜色来判断距离 黑眼中可以看到物体清晰的轮廓 晚上走夜路回家再不怕撞到路人 不过在路人的眼中你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Flyme 9系统呢也是在手机发布的前一天刚刚发布 现在什么这些动态壁纸啊做的是一加比一加加工 好看是好看啊 就是这个UI和快捷应用的操作逻辑 有点眼熟啊 不过整体还是继承了一贯的魅族剪辑的风格 加上没有广告 没有第三方的预装 模糊定位和空信息授权等啊 也解决了隐私安全的问题 令强迫症十分舒适 去年啊 我评测魅族17的时候呢 谈论了不少情怀上的东西 但是做手机终究还是市场说了算 那么这款魅族18pro啊 虽然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但是面对今年杀疯了一样的旗舰市场啊 那么我多少还是要捏把汗呢 倒是这个魅族18啊 作为一款真正的小屏旗舰 那么在年初这些星机潮中 算是另辟蹊径吧 所以综合体验和手感来说 那么我个人是要更看好这个魅族18的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等等等等等等 我也多说两句啊 发布会刚看完 那么魅族这两款手机吧 虽然说不那么魅族 但是也确实是有在扎扎实实的堆料 但4399起的这个价格是8加128的 是跟真的不是个小游戏啊 所以我不知道信仰能否支撑起这样的价格呢 至于你们要说我怎么看吧 那我觉得 等于18再看呗 好了 完了 你继续讲吧 好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你们嘴声不说但心里 一定觉得很帅的UX 我们下次再见